一粒一休雙路半年多 各界正義不斷 如今輔導期結束 8月1號開始 勞動部將全面展開勞動檢查 雙倍台南以及高雄市 將針對輔導卻不改善的企業開罰 一往一樣 檢查的時候還是重點 還是在於 我們超市工作跟加班費的部分 就是先給你輔導 但你原本改善 不改善就開罰 其實一粒一休雙路後 這波勞檢專案 已經鎖定了八大行業 進行專案檢查 包括科技業幼兒園養護機構 航空業 國道客運 金融保險等 而目前新北市勞檢處 也已經進行了3041場檢查 主動輔導了1984場 開罰罰金高達2176萬元 接下來若是發現違規 也將立即開罰 用減產或者用多雇用勞工 這樣來解決 那麼特別是小型的服務業 可能會增加成本超過10% 我們製造業的成本增加不會多 只是人力的調控有問題 企業主說明白衝擊躲不了 其實除了雙北跟高雄台南 將展現破例加強勞景外 台中南投等縣市還要再輔導 先以柔性規勸再評估是否開發 全台灣形成一國兩制 質疑聲浪南平習以立一休 進入勞檢期後考驗才正要開始 歡迎新聞顏劇牆李佳化TV報導